來 幫我們來採訪卡斯蒂 第一個問題想要請教卡斯蒂的是 先請他談談那個拳雷打 一好球 三壞球面對許文雄 許文雄過去並不常被打拳雷打 那他是抓中什麼樣的球種呢 打出拳雷打 你喜歡說什麼 HOMER是3-1 count 然後圖片是81 沒有給予HOMER很頻繁 什麼在你的心裡 在那邊 對 你知道 我待會好好的球 我待會好我的球 3-1 我覺得 球球會打破壞球 我待會好強 球球會打破壞球 你知不知道 所以那時候想說 就是選好球 那設定的可能 他覺得投手會 投片花球的機會比較高 結果來支球 然後就打上去 結果出去了這樣 好 設定變化球來支球 就轟一下 拳雷打 好 那第二個問題 就要問請教卡斯蒂的是 今天呢 他有兩次嘗試盜雷 一次成功 一次失敗嘛 那是他為什麼盜雷的慾望特別強烈 是知道對方捕手的阻殺率 盜雷阻殺率比較低 還是他自己有抓到什麼投手的動作 今天為什麼盜雷的慾望比較強烈 你試著保持帽子 你敢誤會拼垃圾 你敢誤會拼垃圾 拼了一下 你為你勾到跟你拼垃坑 你找到了 拼垃圾 為什麼會這麼激烈 我意思是拘捕 他說其實不只他所有的 拉丁美洲學員在場上 都是很積極很拚 攻擊慾望都很強 所以他想說那時候 他到上了場上 他什麼都不想 就是拚命打球這樣而已 所以應該慾望一直都是很強吧 好 最後一個問題 要請教卡斯提的是 我們知道文內瑞拉的 青少棒隊友來台灣比賽 那他也蠻關心的 他覺得文內瑞拉青少棒 這一次在IBA的比賽 他覺得名次可以打到幾名 我會想說 這次我認識的角色 但我從來沒有看到 對 角色是我的朋友 我從來沒有看過小的角色 但我認識的角色 我認為這次是一件好事 我可能會挑戰獲勝 他說他事實上沒有很注意 那邊的少方或青少方 他球隊的總教練是他 跟他滿熟的朋友 那也希望他們在這邊 有好的表現吧 OK 好